大家好啊 从今次开始 我的这个关于土工的各种八卦 各种造谣传谣 突然来了一个惊人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发现土工在最高利益层面 他们真的是一伙的 他们有他们的盘算 老百姓真的就是 其实你是一开始你是看不懂的 一通瞎菜 真的是瞎菜 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 所以这些一个日子 大家都在说 这个习近平下去 李克强上来 说你习下你上 对吧 认为李克强一定会做总书记 做党政军一把手 这么一个套路 仔细想想 我主要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改的 改变我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没那么简单 李克强做不到这一步 也许我是错的 李克强这个人 我不讨厌他 共产党里面的官员 我很少有不讨厌的 但是李克强我不讨厌他 汪洋我不讨厌 李克强我不讨厌 包括温家宝 我都不讨厌 因为他的身上 虽然在共产党体制内搞了这么一辈子 也有很多个恶心的一面 但是没那么重的官气 没那么重的党气 没那么重的匪气 还有点书生的感觉 有点知识分子的感觉 有点正常人的感觉 所以我不讨厌他 但是不讨厌他 不代表他就一定会代替习近平 出任中国的最高领袖 所以我今天听到的消息 说李克强也会挪退 真的 李克强也会挪退 我仔细想 他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的 李克强挪退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是他要逼腿细胞子 西胞子肯定想连任 他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用太多解释了 西胞子首先是想连任总书记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总书记不可能 那就肯定要连任军委主席 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因为他不违法 对吧 而且他有先科 有先例 有经验 第三是连任国家主席 现在李克强的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习近平是同事进入常委的 对吧 习近平是一上海市委书记 李克强是以辽宁省委书记 两个省委书记的名义进入常委 是吧 一个做书记者书记 一个做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这么来的 所以他们是同事进入常委会 同事一个出任总书记 一个出任总理 都是15年 所以如果习包子也不退的话 李克强也可以不退 反正如果李克强如果挪退的话 那他也要求习包子一定也要挪退 两个人同时走 就这个意思 所以挪退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即不做总理 我也不做总书记 我也不会去像李鹏老师一样 去做这个委员长 我彻底离开 但是我的条件就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你也得要挪退 你既不能做党的总书记了 你也不要做国家军委 国家主席 你也不要做军委主席 我们同时一起走 这构成了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我也走 是吧 就这么一个路子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道理在哪呢 在另外两点 所以第一点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挪退的方式 是必退细胞子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必退细胞子 挪退这个东西 谁会高兴呢 你说谁会高兴呢 江泽民和曾经红会高兴 因为如果你想做总书记的话 那整个中共的这个局面呢 中共的大权就完全被团派掌握了 对吧 有胡春华 包括汪洋 汪洋虽然不是团派的 但是汪洋对胡锦涛和汪洋对江泽民 那肯定是汪洋对胡锦涛的情感要多一些 是不是 要多一些 汪洋从发改委副主任的位置调到中办 就是在胡锦涛时代 是吧 做中办主任 做国务院的 做国务院的那个什么 做国务院办公厅的主任 然后去重新做市委书记 都是胡锦涛 温家宝搞的 这个汪洋上不上来的这个问题 在老江搞的时候是狐疑的 是观望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江泽民的有一任总理是李鹏 李鹏是非常警惕汪洋的 他不敢用汪洋的 他再三的说不能用汪洋 汪洋这个人会搞严肆革命 是这种路子 所以挺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李克强总书记的话 胡锦涛肯定是他的人马 汪洋肯定是他的人马 那他们俩团派在常委里面就占了三员大将 而且都是如果汪洋做总理李克强做总书记 那整个中共的权力完全在团派这边 老江和老曾绝对不会答应 所以既然是这样 我还不如裸退 是吧 裸退以后顺带把包子里也逼走 这样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李克强的身体不大好 李克强的身体好不好呢 的确是不像席包子天天一夜七次郎 他搞不了 这个身体比较虚实真的 而且呢 说实话 他呢 据说啊 据说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看他太太 这么多年过去了 李克强的太太长什么样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其实李克强的太太啊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非常知性的大学教授 那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 英语特别好 特别好 应该是手机帽的一个大学教授 博士导师了 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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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女性 所以李克强 他的老婆呢 也是希望他退休算了 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告诉他 就是没什么意思 你都干了一辈子 也就这样了 是不是 你做了十年的总理 做了五年的常务副总理 是不是 结果是成为中共的历史上权力最小的总理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年纪也大了 还不如我们回去抱个孙子去 是不是过过日子去 就行了 就这么一个思路 有没有到你 非常的有到你 身体不好吗 说话都发虚吗 是不是 所以李克强呢 之所以前一段时间呢 表现的比较出格 一会儿又终止投票的呀 一会儿去深圳说长江黄河的水不论倒流的呀 一会儿跟席包子对着干的呀 都是为了捍卫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这么一个价值观的底线啊 算是一场政治秀吧 真的 也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佳话嘛 就跟温家宝一样的 你看现在说温家宝 就当温家宝当年说的话 那叫了不得呀 很多个公知都说的没有温家宝漂亮 所以人们一说去温家宝都输大拇指啊 就是中共的历史上最敢说话的总理啊 挺有意思啊 人过流明嘛 说一个好 留个好名声嘛 挺舒服的呀 所以温家宝现在依然具有很高的民意 这是真的啊 李克强也希望这样 这是第二一个点啊 第三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想学前任的常委李瑞环 李瑞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李克强现在退的话 是是从年龄这个层面是解释不通的啊 因为他还年龄没到呢 他比习近平小两岁嘛 习近平是53年的 李克强是55年的吧 这个时候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 李克强没到点 没到点就不能退 但是历史上共产党的历史上 李瑞环也是没有到点 李瑞环到七上八下嘛 李瑞环到点68岁嘛 所以呢他说想学李瑞环 如果李瑞环当时就是 他完全可以再干一届 没问题的啊 但是呢结果呢 就是搞了个七上八下 这么一个规矩 李瑞环当年刚好68岁 现在李克强也是67到68的样子嘛 可不可以退呢 也可能会退 所以现在目前李克强呢 也希望自己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治姿态啊 然后学学李瑞环 李瑞环的口碑也挺好的呀 现在很多人说起李瑞环 李木匠啊 这个人身上也有点 保持一点人的样子啊 没有那么重的党气 没有那么重的土匪气息啊 像个人 所以很多人都夸了李木匠嘛 一说李瑞环出来的话 大家都鼓掌嘛 所以进本次的20大的常委会的名单里面 也赫然列着李瑞环啊 所以说他们说有李瑞环在 有这个什么宋平这些老东西在 朱镕基在包子里想想年人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但是说不定李克强想学李瑞环呢 什么都是李家的呀 是吧 留个好名声呢 同时通过这么一个途径的逼推这个西包子 让他挪退呀 有可能的啊 当然了 李克强有可能还学一个思路吗 就是去做人大委员长吗 这个东西是最有可能的啊 我个人认为呢 裸退 李克强裸退和他去做人大的委员长 各占50% 如果说这个李克强的话 不太听他老婆的话啊 觉得自己还可以 以发挥他的法学专业的这个特点 去搞一届人大的委员长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说实话 李克强这种人知识分子出身 平民出身 曹根出身 正二半年的大学生啊 不是说的功能民大学生啊 是应该是中共的领导人里面啊 这个学历最高的领导吗 是不是 这个时候如果他挪退的话 我很多人估计心里也不舒服啊 我们这些人就是入血太深嘛 其实谁走谁流 那么跟我们老婆去没什么关系 都是他们做的分赃 也很多人也希望李克强能够做一届 人大的委员长 试试 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修改我的观点啊 就是李克强做总书记的可能性 真的只有50% 真的 很有可能老江老曾不同意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高层的权力分担啊 还是胡锦涛和这个江泽民 就是团派和这个江派在博弈啊 根本用中国的政治分配的游戏 根本没有走出胡锦涛和江泽民的 格杀的这么一个格局 而且又搞得更复杂 现在又多了一个习近平了 哎 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现在习近平呢 想拿到这个总书记和这个总理的位置啊 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绝无可能 就像当年江泽民 他虽然想控制权力 但是他知道总书记是胡锦涛的 总理是温家宝的 这两个位置他拿不走的 他只能通过其他的路径 所以除了他们两个人 其他的七个 七个人 本来是七个人 就过九个人吧 九龙之水吧 其他九个人 基本上七个人 都他讲是老江的人 用七个人的控制两个人 是这么玩的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胡锦涛十年 就没什么权力嘛 所以现在习近平想拿到总书记和这个总理的人选 是不可能的 他的囤挪的空间 也就是多塞几个自己的人 到底他会塞哪些人呢 这是下一集的任务啊 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总而言 总之 李克强挪退和李克强去做总人大的委员长 个人50% 我现在修改我的观点 什么习下 你上 习下是肯定的 你上 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谢谢